歷史像水一般流淌 歷史上的今天 講述歷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3月18號 朋友們好 我是江峰 在美國有那麼一種表達方式 叫做Kentucky Huck 肯塔基擁抱 如果一個美國人跟你說 咱倆來個肯塔基擁抱吧 你別真的就衝上街去 把別人給摟在懷裡了 美國人說這個Kentucky Huck不是想抱你 實際上是想和你喝一點美國本土肯塔基產的波本威士忌 因為這種威士忌帶有很重的焦糖和香草味 你可以體驗那種 說這個酒剛剛划過舌頭 自己就往嗓子裡鑽的感覺 感覺又辣又甜 是一種野性的感覺 這就是肯塔基式的擁抱 這酒代表著美國人骨子裡深厚的對自由的追求 不過您知道這個波本威士忌這個波本是怎麼命名的嗎 這是一個法語詞 Pobon 法國的波旁王朝 因為這個王朝幫助美國人打敗了英國人 贏得了獨立 所以美國人給酒起這個名字 相當意思 咱們說叫飲酒思源 波旁王室的成員多數都是很保守 宗教上是守正 美國人的社交生活中 喝波本酒 說這個Bobon這個詞啊 暗示對方是個保守主義者 那麼個意思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 這個路易十六和王后不是被送上了斷頭臺嗎 法國就開始了革命與王朝復辟之間的拉鋸 這邊剛剛喊完五王萬歲 那邊就接著喊共和萬歲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思想社會體制的爭論實踐 探索變革的時期 主要也來自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思想思潮的衝撞 在這個期間有個短命的 只有兩個月的政府存在過 不過後代人也有認為他壓根就是無政府主義 也就不算個政權 不算個政府 但是這個短命的政權呢 卻像一種極其怪異的生物體降落人世間 它擁有人類語言中最美好的詞彙 民主自由平權 卻同時帶來了屠殺暴力和毀滅 我們今天就說說巴黎公社 被砍頭的王后 波旁王朝的瑪麗 她有個外甥女 是西班牙女王伊麗莎百二世 1870年春天這女王宣佈不幹了 退位 西班牙政府著急 國不可一日無君嘛 就想請普魯士國王堂兄去當國王 這下法國人不幹了 西班牙 普魯士把我法國加在中間 你只要普魯士國王 讓你的堂兄來繼任西班牙國王 我們就開戰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就忍了 就勸自己堂兄說 你別去西班牙當國王了 咱們就在普魯士 喝酒打獵唱歌 日子好 不去惹麻煩 普魯士的鐵血宰相皮斯麥接到國王 讓他辦理的電報之後 就問德軍參謀總長毛奇 咱們跟法國人開戰能打贏嗎 毛奇說 軍事上沒問題 差一點士氣 皮斯麥說 士氣這好辦 我來 他把威廉一世的電報給改了 原來國王說 我們不繼承王位這個事情 我已經表過態了 跟法國大使就沒有必要再說一遍了 客客氣氣的這個電報 皮斯麥一改變成這樣了 國王陛下拒絕接見法國大使 說再也沒有什麼好談的 同樣一個意思 兩種表達 結果把這個電報在報紙上一公開 法國拿破崙三世被激怒了 德國人也生氣呀 說法國人居然騎在我們國王頭上 欺負咱們 結果普法戰爭爆發 法國軍隊在關鍵的一戰色當戰役徹底失敗 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率領的十萬法軍 和他皇帝本人一起投降普魯士 普魯士士兵兵臨巴黎城下 杜德不有被小說叫《柏林之為》嗎 說的就是這個背景 小說裡那個法國上校穿上 古老光榮的軍裝站在陽台上等待凱旋的法國軍隊 他很詫異 為什麼巴黎那麼寂靜 所有人家的百頁窗都關的緊緊呢 他在等待 凱旋們後面出生的太陽下 一支黑壓壓的隊伍開過來了 慢慢的耶拿的小童鼓敲起來了 想起了蘇伯特的勝利進行曲 上校知道是德國人來了 發出他人聲最後一聲 淒厲的喊叫 普魯士人來了 拿起武器 普法戰爭是巴黎公社的重大的歷史背景 那麼他有一個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當時拿破崙三世上臺之後 允許革命思潮 允許大家去集會 於是人們就開始在巴黎市郊的大倉庫裡開會 然後在巴黎市裡面的咖啡廳裡面論國事 但是他們究竟要的是什麼 怎麼樣實現他們的革命理想 並不清楚 這個時候呢 馬克思在1864年創辦了第一共產國際 說飄盪在歐洲的幽靈的那個共產黨宣言 於是從組織形式上 從思想上給這些大倉庫的開會者 和那咖啡廳的議政者們指明了一條方向 階級鬥爭 暴力革命 這個第一共產國際其實最早是來源於信仰撒旦的光照派 拉丁文叫Illuminati 他叫什麼 廢除私有財產 廢除家庭 廢除婚姻 廢除倫理道德 廢除所有的宗教信仰啊 搞這一套 法國大革命時期把那個斷頭台架起來 殺皇帝 然後殺敵人 最後殺自己同志的雅各兵派 同一個祖宗 這回啊 這幽靈漂到了巴黎上空來了 山羽欲來豐滿樓啊 老政治家比斯麥多老練呢 他一下就知道了 惹不起把自己的軍隊說撤 德國人要武揚威的進城之後 很快就離開巴黎 到市郊屯兵去了 法國臨時政府也準備前往凡爾賽 巴黎出現了全力真空 當中抗擊普魯士人有一個自發的一個民間的部隊 叫做國民自衛軍沒有解散呢 這個臨時政府這個提爾啊 這個領袖想起說 蒙馬特高地上還有400門大炮 你們沒撤出來呢 說去 你們給他搬到法爾賽去 去過這個巴黎的朋友知道啊 蒙馬特高地可以俯瞰全巴黎的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廣州的越修山 相當於長沙保衛戰中 宣越天爐戰法的越路山都是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點 結果就在蒙馬特這裡為了爭奪這些大炮 打起來了 歷史上的今天1871年的3月18號 城市暴動開始 巴黎公社成立 10天之後啊 選出了公社的中央委員會開始管理城市 這81名中央委員會成員的一半都是第一國際的成員 還都是外國人 巴黎公社掌控巴黎期間 這馬克思還保持著跟這個 中央委員的這些聯繫 他後來不是發表了一部叫做法蘭西內戰的小冊子嗎 從那書裡面去看出 馬克思當初啊 直接指導巴黎公社怎樣去宣傳 那個替野爾 在名譽上給他搞臭了 說他是賣國賊 他的部長們是騙子 是嫖客 巴黎公社喊出民主自由口號 但是實際上呢 在執行上呢 一得政權了以後 馬上就變臉了 封存了其他的報紙 只能印自己的報紙 公社開始反對普選 那當佈滿巴黎公社的這些市民開始說要真民主要普選的時候呢 國民自衛軍無情的向他們開槍 而且巴黎公社沒有忘記他們 他們毀滅宗教信仰的使命 兩個月的時間裡就把全巴黎的教堂全給關閉 抓了好多的神父和修女 最後還槍殺大主教和神父 巴黎公社就在 凡爾賽軍隊攻進城市的第二天開始放火燒成 咱們知道這個杜伊勒里老皇宮 一把火全燒光了 盧浮宮、盧森堡宮、巴黎歌劇院、 巴黎聖母院、 香榭里社大街兩旁的那些豪華住宅全都被縱火了 5月的最後幾天 巴黎是被濃煙籠罩 像末日審判一樣 巴黎公社存在了72天 一夥流氓暴徒殺手 就把這個無限規律的巴黎毀於大火之中 曾經的共產黨的領袖們 對巴黎公社都有著最高的評價 說到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 他們無一例外的說 巴黎公社建立起來以後沒有嚴厲的鎮壓反革命分子 去著急搞什麼民主搞城市管理 人殺少了 馬克思還寫道說 槍斃 是共產黨政府的全部智能 在最後一批公社社員被處決的拉雪茲公墓 有這麼一塊公社社員牆 是巴黎公社事件最著名的紀念地 還有這麼個有趣的現象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1970、1980年 總有穿著女子大衣的來自前蘇聯和東歐陣營的 或者穿著中山裝的中共幹部前來拜祭 他們的共產運動先驅 那麼進入21世紀之後呢 俄羅斯人看不見蹤影了 中共官員換上皮爾卡丹西裝 還有一些本來就是巴黎公社要打倒消滅的那些對象 什麼中共的資本家一起來了 有意思的是呢 除了法國當地人 這些年不少西方自由世界的社會主義者 來半夜巴黎公社共產運動的老祖先 這些人也多了起來 其中有不少啊 就來自肯塔基的擁抱 波本威士忌的故鄉 美國的鮮花者 歷史上的今天 巴黎公社 當你興高采烈地描繪你的夢想時 我總是小心翼翼地判斷幽靈 是否進入了你的夢鄉 那麼等下 你 感谢观看